周武王罚咒用了多长时间? 罚咒期间有何故事? 周武王激发罚咒在历史上影响深远 周武王不仅覆灭了殷商政权 而且还开创了有800年历史的周王朝 中国的制度礼仪、文化思想也大多是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稳定成型的 周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周武王作为开国之君背后是尊为一代圣君 事后是贤明君主的典范 周武王激发在历史上是个怎么样的人? 周武王是怎么建立周王朝的? 周武王罚咒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周武王激发生于公元前1087年 足于公元前1043年 他是西伯侯激昌的次子 大代理记记载 文王十三生伯一考 十五儿生武王 激昌长子为伯一考 因伯一考早死 激发得以继位西伯侯 在激昌死后 周武王激发继承其父遗志 继续招纳贤财 修养生息 继续国力 准备伐咒灭伤 终于公元前11世纪 周武王激发在江子崖等 贤臣的辅佐下灭掉了商朝 建立了周王朝 周武王贡在位13年 他在位期间勤政爱民 善待大臣 鼓励勤俭节约 因其出色的军政才能 治理国家的雄才伟劣 后世称周武王为贤君楷模 周武王有着广阔的胸襟和长远的政治敏锐性 能容人所不容 遇见了商王朝大业江青 于是积蓄实力静待良机 在看到咒王无道众叛亲离后 周武王果断地打出了为民伐咒的旗号来争取诸侯部落和百姓的支持 不仅使得伐咒师出有名 还进一步此消彼掌改变了双方的实力 周武王伐咒是怎么进行的 期间都发生什么战役和故事 周武王伐咒的故事相传周武王继位后 延续姬昌统治时的政策 继续重用丞相江子衙以及自己的两个弟弟周公 但合照公事 治理内政 整顿军备 发展国力 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觉得羽翼一风 可以伺机举兵了 于是他在孟金会蒙四方诸侯 进行军事演练 史称孟金官兵 公元前1046年 商周王二次举全国之力新兵征讨东夷 导致国内空虚 防守出现了破绽 周武王觉得饥不可施 召集了附属的部族 共计大军近五万人 周武王亲自率领部队趁虚而进 指导黄龙 于牧野这个地方和商军展开大战 史记记载 帝商周闻武王来 一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 武王史诗上赋于百夫制诗 以大足持帝周诗 周诗虽重 皆无战之心 心欲武王击入 周诗皆导兵一战 以开武王 武王持之 周兵皆崩盼周 周走 反入登于露台之上 蒙依其疏欲 自烦于火而死 史记说商周王为了抵挡周武王的大军进攻 朝鸽 临时组织了七十万的奴隶兵 虽然商周王的兵力是周武王的十几倍 但是奴隶兵皆没有死战之心 被周武王的部队一冲 就纷纷倒戈相向 不是反攻商周王就是扔掉兵器落荒逃走 商周王亦自尽于露台 商朝国灭 牧野之战因商一败而果灭 周武王具此之威建立周朝 为天下之主 历史称武王刻音 周武王雄才大略 沿用周文王的政策 壮大国力 伺机灭商 在商周王举兵征讨东夷的时候 周武王果断举兵 直击商都朝歌 于牧野之战大败商朝军队 建立了周王朝 为千古传颂 这次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